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阿红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来卤猪脚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首先我这里准备了大约1.5公斤的前腿 购买猪脚的时候可以叫摊主把毛给处理一下 接着准备一块姜,把姜拍扁 下一步猪脚下锅 姜进来 加入两汤匙的料酒去腥 加入清水 接着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让它滚两分钟 滚两分钟后把它捞出来 接着准备一盆清水把猪脚清洗干净 如果是发现皮的表面还有毛 可以用夹子把毛去掉 清洗干净之后放一旁备用 下一步来准备一些香料 准备干辣椒,减成两半 不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准备一个八角 准备一个桂皮 准备一块生姜切片 准备几粒蒜头拍扁 这里是所有准备好的材料 下一步起锅 首先猪脚进来煸炒两分钟 炒掉多余水分之后倒入一个闷锅 炒掉多余水分之后倒入一个闷锅 炒掉多余水分之后倒入一个焖锅 下一步锅中加入两汤匙的油 接着所有的香料倒进来炒香 炒香之后加入两汤匙的蚝油 加入三汤匙的生抽 加入两汤匙的烧杏酒之后把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加入大约600克的清水烧开 中途加入两汤匙的黑酱油进来调色 烧开之后把汤汁倒入门锅 先给它调整一下 下一步来开始焖煮 先开大火把汤汁烧开 烧开之后盖上锅盖 然后转到小火焖一个半小时 好了 时间到一锅香喷喷的卤猪脚完成 好了 这一切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